鼓勵 兵警黨加油 兵警黨加油 益勝勝 林敬黨加油 似乎早已為 自己的克綱 自己審 埋下伏筆 果然当初和抗争学生 坐在一起的蔡英文 在登上总统大位的前两天 让立法院民进党团主导 三读通过高级中等教育法修正案 把克刚审议拉高到行政院层级 还加入了学生课审代表 这个国际上的笑话 克刚还要我们的行政院长同意 你一定要去翻墙啊 这些东西就有效啊 那么像我这种 对吧 讲讲谢谢文章 是一点笑都没有 马迁政府的教育智囊 听到新的课审方式 气到透过各种管道表达抗议 因为克刚乃是12年国教之本 而喜不得 我认为要有两个条件 一个要有学识 第二要有经验 有史以来没有人要我去审克刚 那无所谓 这个不要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要找这个 没有学问也没有经验 他们凭什么可以说我是学生代表 他真的代表学生吗 李嘉童点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核心 就是学生代表的资格 网络报名参选的学生中 年纪最小才国小二年级 而最后选出来的四名代表 有两个人就是去年 反克刚行动的重要成员 真的不是政治分赃吗 其实他在整个克刚的实力过程 他们不会有重大的影响 可是让孩子参与 让他了解这个审定的过程 是非常公开 听听年轻人的想法 部分家长代表出面缓夹 因为他们也有机会 成为课审委员 但对于广大第一线的教师们来说 克刚怎么改真的不重要 但可不可以不要常常改 克刚这样一直改一直改 或许因为什么问题不管 然后他一直改 其实对于老师的负担蛮大的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是 都在教新的 现在考试题目是有问题的 你真的要培养学生思考 其实不是考选择题 你应该要考生论题 何不各言而至 让学生来讲他对这个事件 对那个事件来的看法 只是我想我们政府 应该也不敢这样做了 克刚一变再变 考试题目却不变 那这些改变 或许就只是执政者 宣传意识心态的方便 我们高层常常不大想到 我们国家的利益 好一点的想到了政党的利益 很多人是想到自己的利益 从克刚微调到修正高级 中等教育法 教育大计常了政治议题 新政府强调转型正义 但对克审方式上下棋手 似乎只让人看到转型 没有感受正义